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是一個重點 它叫做壓力 我們總共會交三種壓力 一種就是平常的壓力 固體的壓力 一種呢是液體 淨水的液體 叫做淨水壓力 還有叫做所謂的大氣壓力 我們總共有三個壓力要選 當然一開始就是所謂一般的壓力 固體的壓力 這個圖上面有顯示 這兩瓶水放上去凹陷程度不一樣 那你可以說 左邊這個瓶子水裝滿了 右邊的瓶子水只有半滿 水一個裝得多 一個裝得少 重量不一樣 重量比較重的 凹陷的比較多 OK 這樣可以解釋 但是下面這張照片裡面顯示的 左邊跟右邊都是裝滿的 只是放的方法不一樣 結果發現凹陷程度也不一樣 左邊這個平頭比較小 接觸面比較小的凹陷比較多 右邊那個接觸比較大的凹陷比較少 這裡就不能夠用誰比較重來解釋 就要用壓力來解釋 因為左邊的壓力比較大 右邊壓力比較小 所以左邊凹陷多 右邊凹陷少 所以就是告訴我們壓力是跟誰有關係 壓力是跟接觸面積有關係的 所以所謂的壓力就是單位面積所承受的正向力大小 我們公式寫作P等於F除以A 這個F指的就是正向力 正向力我們前面在教摩擦力的時候教過了 什麼叫正向力啊 跟接觸面垂直的力 那我也跟你講過國中生大部分都指什麼 大部分都指的就是重量 但是不一定是重量 所以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正向力大小P等於F除以A F就是力量 我們可以用克重 可以用公斤重 可以用牛頓 然後底下是面積 可以用平方公分或平方公尺 所以以後如果要代公式解決 就代P等於F除以A 這個公式是所有壓力都可以用的公式 不管你要算任何壓力 大氣壓力 進水壓力 還是一般的壓力 都可以這樣做 只是問題是 如果要這樣做 你必須能夠知道F 知道A 可是很多 有些時候你沒辦法知道 你比如說大氣壓力 你怎麼知道空氣壓力 壓力下來有多重 你量不出來 量不大 好 那有票無非要換來解決 基本上這個公式是可以用在任何情況的壓力計算 P等於F除以A 單位面積正向力的大小 叫做壓力 所以呢 我們就做一個想法 做一個活動 這個原子比兩頭 一樣 一頭是 就是筆尖的部分 一個是平平的部分 第一個 你的施力是一樣大的 兩個一起擠 跑持平衡狀態 大小相同方向 相反 你的施力是一樣大的 可是你的手指頭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肩尖的地方會覺得痛 平平的地方不會 肩尖的地方凹陷比較多 平平的地方凹陷比較少 那是因為他們的面積不同 所以他們的壓力不同的關係 壓力不同的關係 所以 力跟壓力是不一樣的意思 壓力不是力 台灣把它翻作壓力 有人以為它是力 不是 壓力不是力 壓力是要 力要處理面積 大陸翻一層壓牆 你就不會有這種誤會 不過那是大陸做的 我還是要做壓力 壓力 所以壓力不是力 壓力是力要處理面積 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圖上面顯示 力量有一樣 可是壓力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那這就是一個最簡單 最基本的計算的方式 請問你這裡有個60公斤重的人 躺下去的面積有0.6平方公尺 請問你他的壓力有多大 那就是60公斤除以0.6平方公尺 算出來每平方公尺 100公斤重 你看他這邊有100公斤重 很簡單的計算 那換一個方法 換成用做的 做下去的時候 人的重量沒有變 60公斤重 可是接觸面積變小了 只有0.2平方公尺 這個時候壓力有多大 那就60除以0.2 變成300公斤重 300公斤重 每平方公尺 就變300 那麼這個是最簡單 最基本的計算方式 就是F除以A 代F代A就算出來了 那這裡顯示一個結果叫做 你的受力面積比較小 你的壓力就會怎麼樣 比較大 就帶出來這件事情 比例 比例 正向力一樣 F 一樣的時候 壓力跟受力面積成反比 面積越小 壓力越大 那如果面積一樣 A 一樣的話 那麼正向力 F 越大 壓力就越大 這個是從我們以前教那個基本提示 讓你判斷正比 把你都教過了 那這個就是考試會考的題目 考試會考的題目 好 比如說 告訴你 我有一個長方題 然後呢 A B C 三個面 擺上去 請問你三個面的壓力比級比幾 就是要跟面積成反比 面積成反比 就考書會這樣好 考書會這樣好 所以要了解 這個其實我講過 看公司就知道正比還是反比 正比還是反比 看一下就好了 壓力在生活中的運用 有些是希望壓力不要那麼大 有些是希望壓力大於 有希望壓力大於 現在這個例子是希望壓力不要那麼大 好 不要那麼大 所以在你一定的地上面鋪一個板子 然後呢 踩上去比較不容易陷下去 因為板子大 面積大 壓力會比較小 明天過後裡面有一段影片 他就是利用這個原理去做雪鞋 然後呢 壓力變小 可以在雪地上行走 好 比如說 喝飲料的時候就送你一個吸管 吸管有一頭是尖的 有一頭是平的 現在又怎麼辦 就是搓下去的時候壓力會變得比較大 可以容易把那個上面的塑膠膜搓穿 就可以搓進去可以喝到了 像防身素 這最近很流行吧 用雨傘防身 因為防身素拿那個雨傘去搓人家 為什麼拿雨傘搓人家會有效果 因為雨傘閃間很小 閃間很小 搓下去會很痛 或者另外一個例子 就悲慘就是 有沒有女生有那什麼九杯跟的高跟鞋那一種 很細很細的一根 因為被他踩到會透徹心扉 因為整個狀況壓力很容易這樣 卡 所以呢 把它拿起來搓人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也會產生防身的效果 防身的效果 這是我 這個是我希望用到壓力 希望他壓力大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我希望壓力小一點 有時候我希望壓力大一點 就考試的重點而言就是 1 背下來公式 P等於F3A 2 記住 好 記住 他會跟面積成反比 他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好 來 由此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可以嗎 可以 等了嗎